在家庭的伦理里边 就是我们自己是扮演个什么角色 在什么立场就要担负起 本分类的责任和义务 而使得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平安 新兴人类经常说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因此他们养成了及时享乐的心态 和随性率性的作风 他们在KTV麻将桌和飙车中追寻快乐 那么这些人应该是很懂得 善待自己的一群 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快乐 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其实呢 这些青少年呢 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善待自己 他们这是在找刺激 这是在希望消磨时间 希望感觉到兴奋 希望能够把时间过得有动作感 有动感 年轻的人喜欢动 这是正常 这个就像小孩子一样 从小生起来 小孩子就会动 年轻的人的获利是强 他一定要动 他如果不动 他就不太病了 因此现在的年轻的人 过去的年轻的人 体力是完全相同的 体能也是相同的 心也是相同的 说不同的呢 我们的环境里面的 明堂不同了 所以什么开TV了 所以什么跳舞了 什么什么标策了 这是要想如何的来消耗 他自己的 这个过分的 是过量的精力 这个是年轻的人 共同的一种需求 我们不能说他坏 不能说他不好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自己也过得不快乐 而引起社会呢 也是不安定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不是少年 青年的问题啊 而实际上是我们社会 整个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还有呢 父母也有问题 父母没有啊 从小对孩子们呢 这个父亲教育的 劝勉的活啊 说明的责任 现在的父母们 对孩子啊 非常的宠爱 也可以说是溺爱 舍不得打 也舍不得骂 那么现在的一些 苏维啊 这个心理学家 儿童心理学家 所以是青年人的心理学家 他们也希望用教育的方式 而不是用打骂的方式 可是呢 完全呢 不用重话的话 这个孩子们呢 往往有一些孩子是不听话的 所以 这些年轻的人呢 他们 是说 这要我欢喜 有什么不可以 其实这句话 不是孩子们讲的 是电视上的广告 害了他们的 有一个电视的广告 不断地在电视上啊 这么讲 他是希望啊 能够 引起人家的这个好奇心 而很容易记得他的 这句 这句商品的口号 一句话 所以是呢 他就不断地在电视上 这么出现 你们知道是什么 电视上的什么广告吗 有了 但是呢 孩子们就是这样子一想 就是 哦 我只要我欢喜 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 撒人 欢喜撒人可以吗 不可以 这欢喜抢人家钱可以吗 不可以 欢喜去打人家 是不是可以啊 不可以啊 欢喜伤害人可以吗 不可以啊 自己的自由 不能够妨碍 他人的意义和自由 那才是可以啊 否则的话 对社会不好 对家庭不好 对自己的身心也不好 对自己的未来的出路 更糟糕 那有什么好法 所以是 这句话是 不能够啊 学习也不能够 接收的 因此呢 我说 年轻的人没有问题 而是呢 我们家庭的父母教育 做了没做好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环境 不好 所以年轻的人呢 只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们去了 因此呢 现在听我这个节目的 年轻的人 小孩子不会听 都是家庭的祖父 父母 以及呢 社会一般的人士 我奉劝父母们 你们呢 有了孩子呢 要好好的呀 带他们玩 跟他们商量 从小的时候 就要跟他们玩在一起 告诉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玩呢 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身心的 什么样子的玩呢 玩了以后啊 并不舒服 并不快乐 反而伤识了健康 伤识了自己的快乐 你的前程 幸福的未来 这也是不划算的 还有我们这个社会呀 做生意的一些商人呢 要有道德 做广告的时候啊 不要啊 划重屈从 不要啊 伤害到青年少年的心 伤害到他们的心智 使得他们呢 将来受害 这一点呢 也可以说 是功德了 请大家能够啊 想一想看 后面屠夫 持下的青少年 多数好意勿劳 令人担忧 那么我们如何 善尽一份心力 运用我们的环境 方法跟资源 来救治 沉溺于安乐的心呢 让我们恭请 善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呢 多是从吃苦耐劳之中啊 成长起来 走过来的 而今天台湾的社会呢 以及啊 就是我们世界的 整个的环境来讲 在50年前出生的人 多是经过一番呢 辛苦过来的 慢慢地啊 我们的社会经济啊 繁荣了 我们的物质生活啊 富裕了 而生活的条件呢 也比较啊 能够啊 让我们感觉到安乐了 所以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看到的 所谓 20岁 30岁 以下的人 都没有 真正受过苦 在30岁以上的人 可能还看到父母们受苦 那么在30岁以下的人呢 因为经济渐渐地 已经好转了 所以 看到父母们受苦 受难的这种情形也不多 或者也记不得 特别是20岁以下的人 那更不知道 什么叫做苦难 而父母们呢 也因为 过去呀 自己吃的苦太多了 不忍心呢 让自己的孩子们也吃苦 所以呢 尽量地呀 把过去受的苦啊 来在孩子身上求弥补 所以让孩子们呢 过得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非常的舒服 让孩子们呢 好意无劳 不让他们呢 吃苦耐劳 事实上呢 爱之 吃得其反之害之 而现在 我们的父母们呢 很多人已经 尝到了这个苦的结果了 孩子们 第一个不听话 第二个呢 好意无劳 第三个呢 脆弱得很 焦嫩得很 多是变成了 温室里边长大的 一些花草 水果 进不去风霜 一下子 我们的社会 有变动的话 现在的这一班年轻人 才有苦吃了 年纪老的 反正已经吃过苦 反正快要死了 年纪轻的这一班人 有苦吃 因此呢 我不是说警告年轻的人 我说劝勉啊 我们现在年轻的人 事实上这个寂寞 年轻的人听的人很少 愿父母们 愿了中年的一些菩萨们 能够啊 转高年轻的人 我们必须要寄去啊 古人的古训 叫做啊 居安思维 也就是必须要有危机感 在我们呢 安居乐意风衣诸舌的 这个环境里边 我们必须要 时时刻刻 准备着 有灾难的来临 什么灾难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就这个样子下去 好意无劳 好吃懒做 有时候好闲 那我们呢 问题是太多太多了 我们自己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呢 要养成呢 勤勉 能够啊 耐苦 耐劳的呀 性格 习惯 那我们呢 在任何环境 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啊 我们都能够啊 平安的度过 否则的话 从温室里边长大的 培养出来的 花草和果菜啊 这样 这个花棚又不见了 这个保护王没有了 那个温室被破坏了 那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 我是呢 唯一的一个方法和观念 就是 能够啊 不要怕苦 不要怕累 不要怕 环境呢 这个 怎么不好 而 要 随时随地 随地准备着 吃苦难了 同时呢 现在我们一定 怎么样子做 要找事情做 有的人呢 没有 就是没有好 好的名位的工作不做 没有好的利润的工作不做 没有啊 好的形象的工作不做 所以形象就看起来 这个穿得很好 样子很好 这就是好形象 事实上 工作啊 没有数位啊 贵和贱 但看我们以什么心态 去啊 去做 我们是为了 自己去 用一份工作 而奉献去做 至于他的收入多少 没有关系 现在到我们发股山来的 有许多次 义工啊 他根本不需要钱 就是来奉献的 他们自己家里边 有的是有工作 有的没有工作 就到我们发股山来啊 就来工作 工作的时候工作的非常愉快 那么也有呢 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的位置 也有很好的待遇 但是呢 他们愿意到我们发股山来 位置没有那么好 也没有那么想 而钱也没有拿了那么多 但是他们愿意来做 这是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奉献 以为奉献而来 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啊 那我们这个社会 就越来越好 而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不是为了 钱啊 名啊 贵啊 而工作的话 我想每一个人 都可以找到工作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有工作 多必要 有所好闲啊 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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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们种植善根 熏悉佛法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不是儿童专家 我也没有生孩子 我自己从小出家 就是从小孩子开始 就已经出来家学佛了 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们现在的人呢 非常的重要 可是呢 往往就忽略了 有些中国人的父母 是中年一代的父母们 思想不太正确的 他们都认为 孩子们不要那么早 让他们有宗教信仰 特别是不要让他们呢 有副教信仰 让他们自己啊 长大之后 自己去选择 不要把宗教啊 从小开始就把它 框起来 就叫他一定要信什么宗教 信什么宗教 特别叫他们不要信副教 也许将来长大了以后 可能要娶一个太太 是一个天主教 或者是也嫁一个丈夫 是一个基督教 那就嫁不成了 或者娶不到了 所以有这个观念呢 很多的父母就把孩子们呢 自己学佛 自己在看经 自己听佛法 自己修行 不让孩子们呢 记错了解佛教 或者是佛法 这种观念绝对是错误的 我们的所谓学佛啊 宗教的信心呢 不管是在哪一个民族 只要是有宗教基础背景的民族啊 他一定是从还没有出生之前啊 他就是胎里 就是啊 在怀孕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 他的这个宗教的宗教徒 所以天主教徒是啊 天生的是宗教 是天主教徒 回教徒呢 要是天生是回教徒 只有我们中国人呢 因为宗教的信仰淡泊 所以呢 有这样的态度 而在印度 他本身呢 出生的时候是哪一个种族 那就是啊 说这一个种族的宗教的宗教徒 根深蒂固 世世代代是同一个宗教 因此 他们呢 在道德 在修养 和伦理的观念 从小就 已经知道 已经养成了 从小就相信 有神 有佛 有因果 这些问题 还 没有 懂得讲话的时候啊 父母们已经呢 要他耳濡 磨染 那么小孩子们呢 已经知道 是自然而然 就会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信仰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信仰 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道德的标准 和伦理的观念 那 我们下边要讲啊 如果说你不是那样子的人 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啊 能够接受佛法 这是怎么办呢 就拿我来讲 我从小 我们家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宗教 什么叫做佛法 可是呢 因为 我的母亲呢 姓观音菩萨 她从小就叫我拜观音菩萨 就讲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 说 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哦 观音菩萨很灵哦 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我们什么没办法的时候 诶 观音菩萨一定可以帮我们的忙哦 救我们哦 观音菩萨随时随地 都来照顾我们哦 用这样子的观念呢 要比 吓唬小孩子 说老虎来了 你不要哭哦 哭老虎来了 小的时候 常常被大人吓唬 吓大了 那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种信仰 信仰有菩萨 信仰有神 信仰有佛 还有呢 我们要感谢 从小的时候 让小孩子啊 要有感恩的心 要有感谢的心 我们呢 拿到任何样东西 得到任何样东西 我们要感谢 父母给的要感谢 任何地方来的要感谢 最后 要说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呢 得到的东西 我们要感谢 这个是啊 我们将来也要给人哦 现在人家给我们 我们也要给人哦 因果的观念呢 就这样子培养起来的 就是说 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由它的原因 一定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它 然后呢 这个福的故事 或者是菩萨的故事 或者是罗汉的故事 或者是高僧的故事 像这种 父母们可以 讲给孩子听 从短的故事 简单的故事 从小就讲给他们听 让孩子们呢 有慈悲性 让孩子们呢 有智慧 这样子的时候啊 渐渐渐渐渐的 这个孩子啊 自然而然 就有打下了信仰的基础 自然而然 长大了以后啊 他一定 不会做坏事 一定不会成坏心 一定啊 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而且是呢 非常优秀善良 乐于助人的人 这次呢 我想提供给 诸位家长们 准备要有孩子的人 或者家里边 已经有了孩子的人 或者是朋友家里 有孩子的人 但愿我们大家 来共同的努力啊 使得我们的下一代 都比我们还要好 还有福报 家庭文理里边呢 除了要把子鸡的角色扮演好 一定要对子女的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家教 娱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